但是吧 这个羊 这个心咱们得领 心依然领了 但是没弄 没吃明白 没吃明白 对于这羊应该现在 这羊到这个时候了 就正好 这溜秋茶的时候 把羊汤好好吊了 那还了得了 有香菜有混香 吊着羊汤喝 能喝多好啊 我说大姐啊 咱是来乡亲的 还是来喝羊汤的 真是太平良的警察 管得宽啊 今天来乡亲的善大哥 今年55岁 年入十万元 平房四肩 给养羊也得有十多年了 大哥 我这一瞅一下的 多少只羊啊 这帮也一百多 咱这羊就是 小给海羊 串吧 就串二串吧 咱就是为了羊 卖羊糕吧 这小糕下这糕吧 这些羊 两个来月就卖了 那一只高羊 能卖多少钱 公糕是六百多 母糕就五百多 那你比如说 就这一群羊 一年的话 咱的收入能多少钱 那收入十万块钱 那收入十万块钱 在农村 大部分老百姓 都会羊点猪牛羊 慢慢摸索下来 大哥发现 最熟养羊 性价比高 于是从当初的十几只羊 发展到现在的上百头 十多年的付出 让大哥发了不少羊财 但也遭了不少羊罪 养羊不有这句话吗 是发羊财 遭羊罪吗 反正我得不为 那你也不要管你下雨一天 我都得放 中间下雨下雪我都得放 你养我这个 你干啥爱啥 这养羊你得心疼它 咋说呢 应该我少吃顿饭 我得养羊吃好 走了走了 小狗就管 来来来过来来 我把狗拿回来 来来来过来 真是狗一去就 就都回来了 对 你这个这挺好哈 大哥这么羊犬倒是挺让人稀罕的哈 为了提少生活质量 给孩子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环境 一年365天 大哥都会带上他的狗 搭档风雨无阻 出门放羊 再苦再累也得往肚子里 这就是我家 那你这放羊的地方大哥 你不想到 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 这一出门就是吗 是 出门就是了 我以为得老远了呢 那走吧走吧 你家真养两只狗啊 嗯 妈 这还有一只呢 呵呵 那个压酸看家 妈呀 这家里都不还有小羊呢 妈 啊 这都得下 就 那帮小羊都这二多天下的 哎 你听小羊叫 确实觉得有点吓狠嘛 是不是啊 感觉一群 一群小羊羔 等着妈妈们回来了 是不是啊 放出去吧 这能找到自己妈吗 他都应该 不是他的 他也不 他也不让他吃奶 羊妈妈们一回来 被关在圈里的小羊 急切地奔向了自己的妈妈 就在其他小羊吃的正宽时 大哥却在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只小羊羔 他猫那个啊的 我没看着他呀 我耳下不知道啊 我找着他妈呀 他没吃着奶呀 所以就好像就他妈 他吃着奶 他就精神了 他吓一个了 吓一个他吃着奶了 这以后他猫起来 我没看着他 他也太黑了 把区域的也不好瞅啊 一点肚子没有了 他不能饿的 他吓完了吧 他吃着奶 吃着奶 他吓不着干脆他不吃 过一天就不行了 他不会吃了 要说这大哥真的是好眼力 一百多只羊 竟然一下子就能认出小羊的妈妈 也在影 也在影的眼力上 有的也是放一辈的羊 他也不应的 你看这羊 平常瞅的都一样 它封出来 我这羊到谁家群里头 我就能瞅出来 那为啥你就能分清呢 这眼力反正 我也说不清 反正就是 也有养一辈的羊 也认不清自己家羊 有的羊跑过去了 他都不应的 我咱得给一下 咱不要人的话 咱各人这些羊都养过来了 要人的干啥 人家丢了 还白瞎的 人家还心疼 我这一瞅 这边还养这么一个猪呢 可以吗 养多少头猪 养多少头猪 大的十多个 大的十多个 小的多少啊 小的还有七个 我咱上这边的 我喂喂 喂点儿 给点儿帮我们伴 这真挺能干的你啊 过来这几天 就有来抓的 我就卖它了 黑猪吗 啊 这黑猪 那咱这纯笨猪啊 是不是啊 我一瞅 这个猪好肥啊 这猪吧 都得我二年了 两年了 为啥不卖啊 去年猪见呢 现在行了 现在的十多块钱 现在这里一天卖它了 这一天卖 公主合在泥坑里 打滚是猪的天性 再加上大哥味道 都是自家种的纯粮食 这吃的好玩的好 这想不长肉都难啊 现在就棒米下来 就给点棒棒 完了喝点笋 就这个 但我要是好好喂 我也没工夫 另外还有这些羊 反正我只要高兴啊 就喂两遍 不高兴就喂 给点棒米 给一对它就吃着 这还得分你高不高兴 这你高兴了喂两遍 不高兴就喂它一遍 你知道在别人家 就养这些猪 基本上就是人家全家一年的人 人家主要收入来源了 你这家可倒好 高兴了我喂它两遍 不高兴了就喂一遍 你这真实在在拉拉养啊 主要是羊是吃主要的 养羊可是 像猪这碗有成本 它就喂 它就这碗吃粮了是 这一个猪要卖 要卖五千呢 能剩两千呢 话说善大哥不仅勤劳又能干 而且还非常的敞亮 为了欢迎红娘一行人的到来 提前一天就攒了一只小羊 昨晚上我杀个小羊 值得说今儿你来 我得特意杀小羊 杀小羊都大伙吃 啥是杀的呀 昨晚上贪黑杀的 哎呀嘛 大哥你就说啥 大哥也没啥表示的 杀小羊 完了就分点肉吃咱们 这羊肉你看多好多心心 哎呀妈呀 就是特意杀小羊 不是 那你这多灰 最起码你一家里多少钱 你说啥就啥 现在不值啥钱 羊现在掉价 大伙帮吃吧 隔夜吃不了 叫我屋里吧 这些豆腐吧 我给这又搁这 搁在冷肠里吧 吃咱家这羊肉不缺呀 啥钱吃啥钱可以打一个 他能吃羊肉的 但我这羊肉都得吃够了 这不有的是吗 羊肉管购是不是 小羊说啥就啥一个 那是呀 以大哥现在的经济水平 平时沙头小羊来改善生活 完全不成问题 来到屋里 看到大哥种的绿植 红娘呆了 别看大哥是个大老粗 原来也有细腻的一面 我在内屋住 哎呀 内屋 不是这一开门 这怎么整了个细腻的树桶 原先这年头多了 我也没舍得好出去 他就爬这烂刀的 有点啥好处 你羊在他吧 你冬天晚上放个羊啥的 就灰头土的 回来养点植 冬天晚上回来 又养点植 有点活力嘛 那时候我们家 那个我老婆活下 他们就养了这花 十年前 自从妻子去世后 大哥这心总是空落落的 种点花草 至少能让他感受到这个家 还有一点生机 看别人家 谁家有病啊 和每个人脚不在乎 轮到隔人头上受不了 大伙劝我 我说没事 你这孩子时间长了 就忘了 我说连我这死了 爸也忘不了 都死在他年了 我这家 我一回来还行活着呢 他说屋着之后 那就是就不行 梦了 跟我受苦了 那时候你说种地吧 棒米皮都得一二八 那手指都总八的 也照着疼 你可下相辅了 有车有啥 一二没了嘛 每每想到妻子 跟自己受了一辈子苦 大哥心里就十分愧疚 这些年虽然很多人上门来提亲 却都被大哥拒绝 公查 我现在原先没找人 现在是什么找人呢 现在我这老儿子也有一定了 他也不拨工要钱了 另外他当兵 当以后服务员 他也有一部分难加费 另外我这头几年 我也挣哪钱 也有点积蓄了 我给我老儿子留的 也基本差不多 多少就这些吧 这孩子还有头吗 当以后你看我家庭这些玩意儿 等他要是 上这来好好过 那你说一年十多万块钱 那你说能不够花吗 那你干啥呀 开始找个农村的 滴滴滴滴的 又养个羊又养个啥的 找个奔奔奔奔的 然后把能跟咱好好 就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对不对 是 了解完大哥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 今年58岁的猪大姐 没想到大姐一进家门 正好碰到大哥正在卖桌 孩子四个大姐 能挑一个吧 先把门开开 先端住几个间 剩结它就进去 你没说啥价到底 那猪啊 你那猪就靠边 那大肺给你最高价 十二 你要赶紧行 上这不行 我们就走了 大姐 你高十二啊 你那猪太年了 在那高权出示范了 你那红毛 你让我放车 我给你 行大老远来了 来两趟了 抓一个 行 来给我吧 不贵 猪都涨价了 他这笨猪 他这个卖的健康 你不涨价 你分啥一锅 你那猪存大肥呀 那肥幼的 现在这个 肥幼的肥幼的肥幼 你要肥幼的肥幼 然后行 我肥幼的肥幼 行行行 他刮一个去吧 刮不见的 刮一个吧 说这笨猪 猪价都涨了 是不是 都涨价了 看了半天 人咋样 一个人是 农村庄 就愿意的 挺能吃苦的 挺能干的 瞅着大哥一个人 打架了江山 大姐很是满意 一看就是过热子人 随后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直接上手帮忙抓起了猪 对 但才你上去放在哪 你堵点 你单整一个 他不过去 对 那不用 那不用 抓那个吗 抓哪个 捻那个呀 硬硬 捻那个年 捻点 对 说什么 蒙点的 哎 进来 行吧 我锁上了 要不太急 你不跑吧 这笨猪这么卖 多亏啊 你看要有两人说 家还有一人 也不这么养 养猪 就是正常的 经常为饲料猪 4月出来那种卖 那多好啊 你这多长时间能出来 完这时候你说 这还不可以 这过年 三年猪这么卖 照那个饲料猪 得多贵两块 他说贱 说肥 这就是做买卖银 就这么说话 谁买卖银 要说那这猪虎 他这么买 不都可以 谁这么说 大姐啊 咱还不是这家的女主人啊 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呢 毛活了大半天 终于缓过来的山大哥 赶紧招呼大家进屋 看到大哥炖的羊肉 大姐又开始了碎碎念 这个羊心情好 我没说也够意思 但是吧 这个羊 这个心咱们得领 心依然领了 但是没弄 没吃明白 没吃明白 对于这羊应该现在 这羊到这个时候了 就正好 这溜秋茶的时候 把羊汤好好掉了 那还了得了 有香菜有浑香 掉点羊汤喝 那喝多好啊 它一个人咱得理解人 实际上它难为不开 难为开这么大个囤子 三千两后肯定得有 还挑进人 你们也在这喝羊汤 根本吃不了 咱们吃几狗啊 我们大伙都在这吃了 好事还当了 人员还有了 隔岁还没忙不着 不能等着咱们这么晚去包教 尤其是这个工作 它不像说来的且 它接着不走 还得到处时间给你们养出去 完了还能忙 反正多麻烦呢 这不是母鸡肤小鸭多管闲事吗 说了半天长哈喇子都拖不住了吧 咱也别在这挑里 能不能被大哥相中还不一定呢 进到你们家院 就抓猪的时候 就整个那过程 我都在旁边观察了 大姐啊 就特别热情 特别主动的 又帮你抓猪 又帮你看猪 又帮你干啥的 然后你看一进屋 就包脚 你看上手啊 咔咔就开始过面 那感觉就是从抓猪的时候 š 你怎么不打你大姐呢 这暂时我就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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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姨姨 像我爺爺 我说少年我才叔叔大 少年大三到四岁 少年你最低的大 我超大三岁三岁吧 有没有 那你今天多大岁 我今天55了 我比你大 正好三岁 嗯 看着老了 那可不是 不是 你长不老 我不介意 因为啥 就是三岁两岁 谁大个三岁两岁 小个三岁两岁 都无所谓的事 因为已经这一半年纪了 俗话说男人致死是少年 多大岁数都想吃口嫩的 谁也不想背说 领了个妈出门吧 除了老 大妈这脾气大哥也没相中 脾气那么丑那样 这个我卖猪似的 就是不是他们家 要是他们家的 你要是我们俩大口堂 那猪干脆就不卖了 那这是肯定的 这玩意我要真的 就是这家人的主人 肯定不能让他卖 另外就卖 也得伤伤的 俩儿子把他伤伤的 肯定话 也得往上调退价 现在猪属实长价 这人你没说到价 说到价就开始指定管我 没关系都得听他的 不是光看演员 瞅了一点就瞅出来的 咱俩 你为主 你就给我当姐去吧 我瞅你真挺好 此话一出 大学也明白了大哥的意思 他想找个年轻票了呢 他现在就是说 他现在已经他有一帮羊 有几个猪 擦脚的条件好呗 他就想他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岂不知吧 年轻漂亮的是有 你农村不一定就适合你 但是吧 我呢 虽然说比他大几岁 除了是找像我这么 就是条件这么好的 没有负担的 人心地善良 真心实际故意的 不好找 可以 没有说 对 你就是说 看个朋友处 看个姐哥们儿跟同弟来往 确实我比人家大 我倒是觉得大哥 并非一定得找个年轻漂亮的 而是找个年龄相反 性格温柔一些的 而不是五五宣选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